插入時間寶的應用 來,我們先把這個篩選功能取消 來,點這裡,先把剛剛的功能先取消 那這個交叉分析篩選項 如果不要,按右鍵可以把它做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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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這時間寶當然就是日期了 打勾確定,看看會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先看看原始資料 原始資料呢,有2016年 日期是這個 這個2014、2015、2016 三個年度,對不對?我們再回到 書紐分析表 剛剛在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這最右邊是 2016年的12月,最左邊呢 2014年的1月開始 你看見了嗎? 這可以拉長一點啦,一到邊界 可以拉長一點,看多一點沒關係,來 假設你要看這年度,我想知道什麼 2014年的3月業績 這是2014年的 喔!那時候只有 這個 有沒有篩選啊?真的沒有篩選 2014年只有賣日本這個 來,我想知道什麼 2015年的3月 這是2015年的3月 就加這兩個 2016年的3月 2016年的3月 老師,我想看的是那一段 業績呢,我想看2015年 回到這裡來 先點這個 678月,點這裡 移到邊界來 這是2015年6月到8月的業績 你看見嗎? 這個啊? 那這是2016年喔 2021年6月到8月 678,再退一點 當然先點第一個月 點完第一個月又移到邊界來 你還可以調整678 老師,是5678 這四個月的業績 這邊就是四個月績 這是用時間的概念在看事情 你看懂嗎?你看就懂了齁 來,我們再把它刪掉一次吧 刪除喔 清除移出日期 來 在這裡 點起來以後呢 打勾就可以出現日期的方式 如果你希望看長一點 可以拉長一點 這邊就是什麼 你裡面所有的事情 來,就捲著往下拉 最早是2014年1月 最晚的日期是2014年12月 那怎麼操作 再看一遍 點一下就是四月份了 左邊可以拉 左邊右 左邊右可以拉 就叫345 三個月的業績 就用時間的觀念去看事情 來,試一下 再一次 來 正面 有